好 接下来我们关心今天陈台哥的天气状况了 目前在台北市的室外即时温度 您可以看到19度 在今天其实降雨几率蛮高的 大约有4成左右 卫星云图就要告诉大家 主要在今天呢 其实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此呢 其实台湾附近的水气是有增多的趋势 迎风面的降雨区域会比较扩大一点 因此包含了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另外加上了中南部的山区 还有外岛的金门马祖 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其他地方的云量也会增多 好 所以在温度方面 今天全台各地早晚的天气都是比较凉的 我们来看到中部以北 还有以花在今天的低温大约是18 19度 南部还有台东的低温 大约是落在20到23度 提醒早出晚归的网友 一定要多增添衣物 以避免着凉了 好 另外呢 在白天的时候 包含了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 24到26度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 如果和前几天相比的话 也会稍微低一点点 在今天落在27到29度 好 另外还是要特别提醒 从今天呢 桃园 以南一直到台南 这一段沿海空旷地区 再加上澎湖 很容易会有8到9级的强震风出现 如果要到海边活动的话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 未来这一周 整体说起来天气走势是如何呢 提醒各位雨伞外套 还千万不要收起来 因为呢 在这一周 上半周来说水气比较多 下半周的时候 气温才会慢慢的回暖 你可以看到今明两天天气状况是蛮类似的 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包含了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这个雨区范围是蛮明显的 好 来看到到了礼拜三这一天 温度会略为回升一点点 但是呢 其实水气还是蛮多的 因此雨区范围依旧很明显 好 整体说起来呢 湿涼到了礼拜三之后 要从礼拜四一直到周休假日 天气状况才会慢慢的好转 到时候水气减少了 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 你可以看到南部地区在周四之后回暖 这个温度啊 又会飙上了33度 又好像来到夏天的感觉了 因此特别提醒大家 春天的时候 其实天气还是变化蛮大的 各位一定要多留意了 最后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丁宁 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有凉意的 同时迎风面要特别留意 雨势的部分 好 另外在今天 中部以南的空气品质 由于处于下风处 因此呢还是会有一点点污染物的累积 在今天包含了高雄还有屏东 这两个地区 空气品质是亮起了橘色提醒的等级 要特别提醒过敏族群的网友 还是要多留意 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最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